掌握一手行情不做三家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五 一个在华强北做新机二手的背包客 关注我所有二手机行情都在这里 直入主题 今日行情如下 最近大家关注点基本都在每版iphone15系列行情上面 最近呢15polo跟15pm确实也掉价了不少 基础款iphone15基本没有什么变动 大小内存基本下跌20到30左右 128句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3730256g的4650 15plus相比前四五天下跌100左右 目前128g的拿货行情在4256g的4850基础款iphone15跟15plus确实性价比依旧比较一般 同样都是60赫兹屏刷新 还是14系列更具性价比15pro这次跌的不多 整体大小内存基本下跌130到150左右 目前128g拿货行情是在4250256g的460015pm 这次跌的浮动就比较大 相比上周差不多跌了3到400左右 目前 256g的拿货行情基本是在5200左右 512g拿货成本的是在5800左右 基础款iphone15跟15plus是有实体卡槽方案 15pro跟15pm依旧只有内置方案最稳定 如果说怕手机卡寄过来的时候 有人给你打电话 接打不到电话呢 可以提前把手机卡呼叫转移 等新的手机到了之后 再把呼叫转移取消即可 14系列浮动并不大 14跟14plus相比前45天下跌30左右 目前iphone14128g的拿货行情是在2720256g的3600 14plus128句拿货行情是在3280256g的3950 14pro小内存复制之前行情不变256g下跌100左右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495014pm大小内存下跌70左右 目前128句市场拿货行情是在4680256g的5400大内存1tb的6650 那目前最具性价比的机器依旧是14pm差价大 并且机器呢 也有实体卡槽方案 可以双卡 可以单卡配合qp解锁模式 三网通稳定5g不跳激活 13系列入门级iphone13这次也掉了一些128g的拿货行情是在2500256g的335013mini跟13pm依旧缺货 老款12跟se3基本复制之前行情不变 目前15pro跟15pm不论是内置或者db盒子方案 确实都有双卡方案 但是个人并不推荐 内置双卡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你调试不好 很容易卡在sim卡无效界面 还有其他很多七七八八的问题 你们小白来说确实不一定会调试 那对小白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 那另外db盒子的方案虽然可以随意切换卡 但是db盒子方案确实稳定性不如内置方案 虽然15pro跟15pm目前的价格趋势接近于14polo跟14pm 很多人都会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入手15polo或者15pm 但是我给的建议就是如果能接受内置可以考虑15polo或者15pm 不能接受个人建议还是选择14polo或者14pm好一些 毕竟有实体卡槽方案 切换卡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了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五 关注我七年华强培老司机带你买机不被坑